今天去村里吃酒席 就是前面这一家 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十岁的小朋友 过十周岁生日 听兵仔说 在他们湖北这里的话 每一个小孩子十周岁的时候 家长都会给准备隆重的生日会 请全村的人来吃酒席 订几层的大蛋糕 兵仔他们这里的风俗是 送一份里至少要吃三顿的酒席 所以兵仔的妈妈是早上吃了一顿酒席 下午吃了一顿酒席 这一次是晚上的酒席 感觉这里的人好好客呀 这里是湖北天门 这里的饮食主要是以蒸菜为主 不同的食材都是一锅蒸出来 像这种酒席之类的 或者过年或者待客比较正式的场合 蒸菜都是以肉食为主 素菜很少 如果不是本地人的话 吃着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油腻 比如我 如果这里有一道菜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这个是甲鱼 甲鱼里面用的是梨子煮的 这个我感觉非常有意思 还有这个糖水橘子 这里做事情客都用这种大蒸笼 一锅蒸 食材虽然丰富 但是做法相对比较简单 各种蒸好的食材 很方便简单的上桌 一方水土 一方饮食 在饮食上面我感觉到了 如果原价的话 饮食这方面是非常不习惯的 不过在这种场合 吃什么喝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龙村作息 吃的是那一缕烟火气 平的是香里气息 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酒席 准备回家了